开始 恭请阅兵 现在正式的阅兵分类式即将展开 在天际远处传来了隆隆的战机的声音 来宾请坐下 配合现场的乐声 我们看到首批参加教育的 一共有六架S70C型的直升机 已经飞向总统府的上空 前面三架我们看到是海欧部队非常著名的 搜救用的空军救护机 后面三架是刚刚向美国所采购的海军反潜战机 这三架S70型的反潜机是首次在卫兵大里头露面 未来这三架反潜机将配置在我即将正式服役的二代舰上成为束手台湾海峡的主力 看来今天的天后状况应该不至于影响空中分裂式的进行 我们将会看到116架各型的战机 分成三个梯队 陆续通过总统府前的阅兵台 在六架S70C直升机的后面 是27架陆军UH-1H型的战斗运输用的直升机 共要分成九个分队通过 UH-1H战斗型直升机是民国60年国人自制完成的 在民国64年的国庆阅兵大典上大显身手 是一种非常资深而且优越的军用直升机 这也是我国第一种自制的空军武力 而从民国64年的阅兵大典开始 那一年美军不再参加我国的阅兵行列 一共27架UH-1H的战斗运输用直升机 分成九个分队 每一个分队有三架 人自行的机型通过总统府的上空 他们行进的路线正好就在阅兵台的正前方 可以非常清楚而明显的看到 现在通过的是空军慢速机队 他们以慢速低空飞过 阅兵台向李总统邓辉先生致敬 接着通过的是空军的慢速机队 第一个梯队是T34型的基础教练机 一共有12架分成4个分队通过 每个队队仍然保持三架 T34是一种基础型的教练机 而事实上不过已经研发更成功的喷射式教练机 T34还是螺旋桨型的教练机 接着登场的是第二梯队 是B1900中型运输机 一共有三架 在这三架B1900战斗运输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架ST2T型的反潜战机 第三梯队是SFT型反潜机三架 S2T型的反潜机也是备受瞩目 而且首次在国旗阅兵大抵中露脸 它将配合S70C反潜直升机 成为我国反潜主力 第四梯队是不久前才从美国引进的新型C13栋 B式型运输机 这也是新机种 即将取代C119运输机 它的容量更大 它曾经在波斯湾战争中 担任非常重要的运输工作 曼苏机队即将结束 另外即将登场的是空军的快速喷射战斗机队 李登陆任何先生非常专注的凝视着空军分裂式的进行 第一梯队是AT3的高级教练机时代 因为有十架分成两个梯队 每个梯队五架的钻石阵容 通过阅兵排 这是我国自制的第一架喷射战机 平时担任教练任务 而战时可以担任攻击机 目前空军的特技小组也正使用这种飞机 接着是我国目前的空军主力F51和F5F战术战斗机 又会有30架分成6个分队 也是以钻石阵容通过阅兵台的上空 好几次我们看到中共投程的飞机 都是由F51 F5F接引 降落在中华民国宝岛台湾 F1和F5F的速度相当快 通过阅兵台的时间只有50秒钟 自然有30架 紧接着F51和F5F的空战主力之后 是F104的战术战斗机 一共有10架 它们分成两个分队通过 英国53年 我们首先向美国购买了F104战斗机 F104形式之前 我们还可以回想到过去的军刀机 多年来我们把F104不断的改良 装备了各种先进的电子火控系统 已经成为相当优秀的战斗机 这也是我国唯一两倍因素的空战主力 如果F104即将由目前登场的IDF金国号战斗机所取代 这是我们国人自行研制的全天后高性能战斗机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F16战机设计小组协助 虽然外形不同 但是性能相似 而且现传操控 更为灵活 几年之后即将大量生产 成为我空军的主力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National Flag 天空泡 地空泡 奋力最重要 有理想 有目标 不动你向先跑 互动时代的高潮 开篇自由的大道 想念啊 灾狼啊 虎宝 命运靠自己的创造 靠自己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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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明照耀 青春不老 命运靠自己创造 天空泡 地空泡 奋力最重要 有理想 有目标 努力向前跑 不动时代的高潮 开篇自由的大道 开篇自由的大道 小蝶大才 拉莫虎宝 命运靠自己创造 靠自己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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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李昱 靠自己创造